麻豆被端了 我能举报天美吗 好家伙 最近好多粉丝和我说 麻豆端得好 我从来就没有看过 刚听说 这个天美拍的也不太行 能不能举报他 天美 天美是啥呢 如果和麻豆一样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举报的 你可以搜索广电总局的网站 在互动栏目呢 选择对应的栏目进行举报 或者搜索网信办主任邮箱 或者扫红打飞办公室进行举报 不用说 他们的行为肯定也是构成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 如果他们所谓的作品 达到100个以上 这个播放量达到5万 或者获利5万以上 这就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了 可以判3到10年 如果拍的这个片子 达到500个以上 点击量在25万以上 或者获利在25万以上 那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了 10年以上无期 我有个朋友和我说 他这个播放量也不少 估计也得是最高档了 最后我也奉劝各位 为了大家的健康 尽量不要看 咱还是多看点我这普法视频 我看了麻豆传媒 拍的动作片会被拘留吗 好家伙 宝宝们 最近很多粉丝 想让我讲讲麻豆传媒的事 说他不小心看过他们的作品 会不会被抓进去 400万的点击量中 他点了50字 这个问我算费对人了 你光看是不违法的 只要别没事 传给自己的兄弟们一块看就行 不老实说之前我真的压根不知道在家公司 这人很说明吗 演员很大玩吗 也没看过他的作品 内容啊 剧本啊 演员啊 优不优质 咱也不清楚 不过他这个事儿 确实是违法的 从2021年开始 这会儿就组织拍摄 剪辑 灯光 剧雾 男女演员 化妆师等演织人员组成团队 你别说 真的还挺专业 三个团队 24个人 拍到50都不便宜 卖给九一视频麻豆传媒 动毛利500多万 总点击量400多万 啊你要是看我 我劝你不要再看了 我有个朋友和我说 你如果这类网站看多了 有关部门师傅给你打电话 口头警告 这边显示 您有多测预测 黄色网站的记录 会保持绿色网络环境 还有您的身心健康 这边建议您减少次数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还有人问他 说这拍摄团队 以后还能再拍吗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根据两高2004年的司法解释 如果你拍的一会片子 被点击25万以上 或者非法获利25万元以上 都属于传播营会物品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 对于主犯的可以判10年以上 或者无期 估计你想看的话 也只能看监狱风云了 我翻墙浏览览外色警网站违法吗 火千不丢 银川是金凤区一哥们 像网昌一样 开始了今天的第3次网上冲浪 今天这个VPA不错 没有灯缓存 非一般的感觉 可谁知道呢 刚沉醉其中 竟然就被警察给抓了 被处于停止联网警告 以及罚款的行政处罚 这是咋回事呢 原因是 这哥们从2019年起 使用某加速器等苗款手机软件 翻墙 长期留在境外色情网站 今天已经不够你看了吗 还翻墙看境外的 有啥区别吗 当然有了 这次处罚不是因为他看色情网站 而是因为他使用未经授权的VPA翻墙 这也不行吗 张沙表示我经常翻 这其实是违法的 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 进行国际联网 必须使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 不得自行建立 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否则呢 则用停止联网警告 定出一万无以下的罚款 当然除了翻墙看境外的色情网站 你如果用非法信道 而脸书 YouTube 推特 等境外软件 也是不行的 怎么样 贩卖银贿视频赚了120却被判十年合理吗 好家伙 吃钱 江苏一哥们小颜 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个含银贿视频的网络云盘出售代理权 就通过朋友圈啊 默默等平台去卖 赚了120挺高兴 这生意不错 赚钱居然如此之容易 但没过多久呢 就被抓了 经鉴定呢 这云盘里面还有银贿视频9256个 这个数量可以说非常之庞大的 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呢 如果你贩卖的这个银贿视频达到500个以上 其实就构成传播银贿物品最终的情节特别严重了 可以判十年以上无需求行 一审和二审都认定 你这虽然只赚了120 但你卖的这个小贷都开一万步了 妥妥的情节特别严重 实验 小燕你听这不干了 我也太惨了 拽了120要进去十年 然后呢就不断的去申诉 你就再是 哎你别说还真管用 江苏高院认为呢 确实数量很大 但是你也不能光考虑数量 还要充分考虑传播的范围 行为之行的表现以及违法所得的情节 坚持罪行相关的原则 最终呢改判成两年零两个月了 这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估计小燕得之后呢 肯定会狂喜 发表重回多年 以后再也不犯罪了 如果是你 会做何感受呢